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自博視段 今天就是2021年的1月5號星期二 今節有我許留山 還有小白熊社長Raymond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芒向全能戰士》大馬Sir 馬雷根 各位網友好 希望我們讚好我們的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訂閱 《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部曬冷氣》三部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這次回來了 講一下這些滯留在英國的香港人 現在的事情發展成怎樣 好不好 他們多留一天 怕多一天 這個金毛John也都宣佈了 英格蘭就要封城去到2月中 現在就上升到叫做第五級別 哇 升呢? 第五級 第五級 四樓有四級 英國有五級 厲害了 發表這個全國電視講話 宣佈封城2月中 其實是繼上年的三月 好像十一月之後呢 就第三次封城 也都要講一下了 基本盤呢 大家必須要留在家中 除了要購買一些必須品 或者尋求醫療協助之外 每人每天只可以外出一次做運動 放風那隻 拘留所那隻 僱員也都要儘量留在家裡工作的 另外 非必要的商店也都需要關閉 食肆 酒吧方面都是提供外賣 還有要禁止這個賣酒 所有學校也都將會關閉 學生將會遙距學習 哇 聽到這裡都呱啦啦啦 現在去到這樣的情況 你說香港政府會不會解除這個禁英國的飛機抵港令呢 這個呢 都可以叫做恭喜你啦 只可以說你沒有理睬 北東利也幫不了你 其實香港政府那邊已經收到他們那一封信了 那一封集體信會是怎樣呢 其實基本上呢 我覺得政府那方面都回得相當妙 就給了一個求助熱線他們 那基本上呢 一打熱線回來呢 就是你們個別有些什麼事呢 就打電話回來講 就不要一攬 攬了一整班 合上一封信就算了 那這個林鄭在今早記者會都有講一下這堂事 去到特首開刊呢 我想他們也都會有一殼眼淚 啊 為什麼搞這樣的呢 我們來一來英國搞成這樣 今天林鄭月娥都說了 如果容許英國的航班抵港呢 會引來極高的風險 暫時都是那條數字 收到190個求助個案 也都會繼續留意的 看看究竟是否有空間呢 去調整這個措施啦 即使這樣說了 現在沒有空間了 很嚴峻啊 很嚴峻啊 現在 是啊 林鄭也都在記者會上 特別都有提到 這個英國版爆發了這個變種版本 也都說了 這堂事就教之前那種呢 那個增加有70%的感染率的哦 是不是呢 你問一下 怎麼可以沒有這個險呢 也都說了 很多國家都是禁止英國的航班倒步的 不可以這麼怪詐香港政府的哦 是不是 那那幫人 不好意思啊 如果他不禁英國航班 進香港呢 又會有很多人出來說的了 就說特區政府抗疫無能 流動處處 是不是呢 為了這190個香港人攬炒香港 究竟怎麼辦 是不是要陪他一起 類似的言論就會跟著出來 是不是 林鄭月娥現在她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不讓你回來 那是最簡單直接的 是啊 哈哈 因為太煩了 已經 做什麼都錯的 喂 你們那幫人 之前又說 最初政府提出酒店隔離 哦 你又說酒店隔離不行 太近民居 會惹到其他人 哦 然後又說酒店的員工不肯 啊 酒店又說不可以逼員工接受 搞了這麼久 才那些人就說 哎 別啦 都是我們可以 給你租來做強制檢疫 強制檢疫啦 沒所謂 這樣 那個現實就是 喂 不是那麼容易的嘛 那現在好了 林鄭做了一個動作呢 又會被人罵 包括這個忽冬妮啦 那講一下裡面 有些人在那裡吵什麼呢 那其中有70個呢 就說自己主要都是探親的 探親 探探一下呢 竟然禁了我們 不讓我們回香港 有在那裡吵了 影響我們本身香港的工作 是不是你們香港政府賠給我 又說呢 有一個還囂張 有些人說 喂 我在香港呢 排了 可能排了一期 一定預訂了一些醫療方面的東西啦 要回來驗身也好 或者其他不同的情況也好 他說 喂 快到期了 我要回來啦 怎樣怎樣 有一個更好笑 他說呢 就打算跟老公去移民啦 誰知道適逢嫁 現在呢 不知道是不是老公去到英國的時候 就踢走了他呀 啊? 是啊 流浪在外呀 英文又不好 又回不了香港 真的很慘呀 嘩 一字一類呀 被老公哄了過去英國 然後才踢你走的就挺慘呀 那現在呢 應該是… 是呀 冷藏了 過了他才踢走他 老公一定是很討厭他才會做這樣的事 可能會哄他 喂 我們過去呼吸自由的空氣 現在香港不行了 還要到去入魔那隻 要令他覺得香港很危險 一定要19的時間 都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都要過去嘛 繼續說回 政府都考慮到不少 這些投助的人的困難還是怎樣的 都明白你們是急切需要的 但是呢 老實說一句 都幫不了你 這個險絕對不可以無 不可以說因為你趕著回來上班 請不了很多假 那我就要什麼包機 或者可能容許 其實初來說包機 你有沒有留意到 他們慢慢退 退就說不如你讓我坐飛機回來就OK了 接著再退就一天就在那裡說自己 你份工如何如何啊 還是怎樣的呢 那時候就說的嘛 你包機OK了 那些什麼隔離酒店那些呢 我自己給就OK了 都沒有付錢給你啊 請還你啊 你都瘋了的 那好吧 有些人就說計劃不如 因為遙遙無期啊 對於英國那邊搞成這樣的話 就說不如先去杜拜先 然後到時就回來香港檢疫 不要緊啦 當我旅程遠一點 是吧 去了杜拜然後再轉機回香港 你的意思是 是的 但是有其他不同的檢疫的問題啦 前前後要多了40天 尋找他鄉的故事 遲些又要找汪景輝傾蛇出來講一下才行 不好意思啊 路去 回到來就差不多過了一年了 都不是過不過年的問題啦 沒所謂的 如果不是你留在那邊都眼睛睛的 都沒有賣 可能好像誰那樣 等你 又貴啦 是吧 是啊 燒銀子那邊又不能做事 你突然說找東西做 人家都不請你啦 是吧 當然啦 你要等有什麼BNO移民那堂東西才行 還要等到月底 怎麼辦呢 等到月底立刻申請就立刻做 找工作 還是怎樣 逼他移民 剛才都說了 英文不是那麼好嘛 英文不好不要緊啊 你有生哥的那個人說 你覺得 你不覺得自己不好就行了 是嗎 是啊 很矮盡啊 如果我問你了 蜂蜜 那你怎樣形容呢 是不是 我想買蜜蜂 蜂蜜 不是蜂蜜 蜂蜜 聽到不知道 扮蜜蜂 扮蜜蜂 是啊 我想B E他發色吧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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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給蜜蜂來的 是吧 你畫那邊的蜂蜂 扮那邊的蜂蜂 那邊的蜂蜂蜜 吃糖的嘛 是不是 那你不懂就買不到的嘛 是吧 是 牛也可以 買牛肉 那他問你要多少 你都不會的 牛肉容易一點 1 2 3 4 1kg 1kg 只要1kg 哇 有時間吃了 那我們再繼續講一下啦 那林鄭其實都在講的啦 她說禁止英國的航班 其實都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決定來的 都明白了 現在很多滯留在當地的 香港人主要都是學生啦 或者一些探望子女的家長啦 這個都沒辦法了 她說來往英國和倫敦的航班 暫時停飛到這個月月尾 還有喔 講的 到時要看一看 那個情況是怎樣 可能會再作調整的 因為英國這樣呢 英國有5級 4樓有4仔 英國有5級 那怎算好呢 他們這一局 北東利做不到事情喔 北東利 他應該做倫敦區議員啦 轉行啦 今年在倫敦的時間 可能會多過在香港啦 是不是 他在利物浦 不好意思 他在利物浦 那做利物浦區議員啦 是啊 世上和他的Facebook 都是寫自己from Liverpool的 都說自己來自利物浦 哇 真是壞 我不知道是不是利物浦人 我知道他來的浦 是啊 或者他叫尼舅 然後就弄濕了一些劍浦 現在在沾沾 尼咎 曬近寶 這個就是曬近寶 那些人又說什麼上班 又說什麼這樣那樣 你看看人家 真是在香港有事要做的 要做事的 拼經濟的 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到杜拜都快要飛回香港 顧著工作 你看看他做一個區議員 四個月內 你基本本都沒有去開會的話 整個四個月都沒有去開一次區議會的會的話 才可以將它們炒油 所以現在這段時間 它繼續可以兩手擺擺 但是也可以繼續出區議會份量 跟那幫人真的天淵之別 心情繼續 我就先等到限期回來 再不然就跟區議會講一聲 我現在疫情問題 可不可以豁免啊 堂堂區議員 這樣都不讓我豁免 哇 這些北東來都是挺爽的 坐以待斃的區議員 你說是挺爽的 沒有人爽得過他 他們那些丟棄 這次開始在英國不能夠發爛 我們都說過了 一定在香港那些地方 就是自己的地頭 他們才敢這麼兇的 你看看他們 都不會在那裡吵 我怎麼都要上機 那些 或者去哪一個領事館求助 北東來這次那些選民 因為北東來在公民黨 這次那些選民就很清醒 他說 這傢伙整天都不回來 不如不要做吧 還有他的個人Facebook 其實 他在1月2號的時候 他就收了一張 跟兒子去玩卡丁車 這麼開心玩卡丁車 是啊 Grand Tour 這麼說 之後都是給別人招呼他的 還有意思說自己在玩什麼呢? 說什麼這樣 恭喜你啦 選了這些人出來 其實公民黨呢 應該要走的 又不走 不應該走的 賴死不走 就是這些了 公民黨已經夠 已經有人勸他不如接了公民黨的啦 他現在就說 還出現這樣的不動力 就是不知所謂 真的哦 現在如果英國這樣再禁下去 其實都挺嚴重的 那些人還敢移民過去呢? 就是BNO移民呢 未來一月底就會開波的 是的 應該這樣啦 他們覺得 起碼是自由的空氣嘛 雖然lockdown而已 我覺得所有的手續全部都信任了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阿珍BC都有看過一下 第五級那方面 那些什麼簽證 護照方面 都會繼續可以幫到你們的手 是可以的 公民服務是還有的 就是看看這幫人到時候怎麼看啦 會不會繼續 就算我不管第五級 第六級 第七級 什麼七重天也好 什麼重天也好 我們怎麼都要過去 留在香港 港區國安法 很突然怕啊 一定要走 看看是不是這些了 是不是? 因為呢 其實最衝動的那幫呢 就是之前什麼周庭 黃之鋒被判入獄之後呢 那一批 突然有一批就上了身的 哎呀 不行啊 他們都被捕了 一定要走了還是怎樣 但是其實之前呢 有一點點緩和過的 就是譚文豪開餐廳的時候 哦 是香港的前景 投下信心一票 是的 沒錯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留在香港多一點去吃譚文豪的餐廳 撐香港不走 有些人就這樣啊 都挺有創意的 那個人數呢 那個單疫確診人數呢 英國那邊就創新高了 是的 有沒有那些人真的這麼瘋的呢? 現在英國這樣的情況呢 都要繼續趕快衝過去 英國這裡叫做疑似移民 大家覺得? 有 當然有啦 這些死線生與亂世有種責任 移民嘛 我覺得他們會 可能在機場迎接他們就是北東尼呢 哇 他們說 哎 反正我的孩子在香港都沒得上課的了 去到英國最多是不是視像上課 沒關係 不要 無所謂的 繼續 啊 照去 這樣都不行了 是 那麼現在北東尼還教一些人說 人家where from home 啊 他是where from far far away 這個都行 有沒有work啊 老闆 有發Facebook post 在他的辦事處的專頁 但是應該是他的助理法的了 跟進一些街坊的事情 還是怎麼樣 個個都辦做事的了 把自己做的事情就無限放大了 正如見到岑子傑說的 哎呀 有個街坊告訴我 就說下不了街買菜 那些阿婆 就馬上說飛回去呢 就幫阿婆買個飯盒 然後就幫他買一些日用品 阿婆你好嘛 在阿婆家裡沒有拍照 哎呀 拜託你啦 阿婆這些 你就不要 阿婆的水你都抽啦 就是影響到 把阿婆的資料這樣變相呢 簡直地公開了出來 那有什麼違呢 是吧 是 昨天北東尼他21個小時之前發了post 都是被人圍隊的 那他就說 總之是說一大堆廢話啦 其實前面那些都不要緊的 就是一句話就拿著了那幫人 就是 遇有任何意見 請大家WhatsApp來 打電話 什麼什麼什麼 提出你的意見 那些人就說 你在這裡嗎 打電話給你有用嗎 專心漏網 叫他們 所以其實他現在都是 很搞笑的 他現在是 連那些支持了他幾屆的人都開始頂不上他了 頂不上他了 哦 這樣啊 然後還有一幫那些滯留在那邊吵 印度啊 禁令啊 都是星期四完啦 之後呢 會在這個嚴格的限制下 重啟航班 突然間呢 你們不是很不喜歡印度那些東西的嗎 無緣無故要拿印度來做例子 要學印度 然後也說 內地也允許居民回他們自己的家園 為什麼在我們哪邊香港不行啊 都是那一句啦 你看看多少群組啊 還有很多那個叫做不知名 這個都不知道它的源頭 究竟是怎麼樣來的 我們今早都較早時間有一節都說了 佔了三分之一了 其實是挺可怕的事 都說完了 這幫人又繼續說了 歐洲很多國家曾經禁止在英國停留人士入境的 不過呢 這些國家的防疫措施都不會像香港這麼嚴格 並且已經在英國重新開放 這些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事 不可以這樣類比的 你試想像一下 人口的比例 和那個情況究竟是怎麼樣的 兩者不可以這樣一概而論的 這些是很低級的錯誤來的 我覺得 講起這件事就好笑了 記得當時他們 還沒支持那幫黃醫護說 封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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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現在又說很嚴格的 哎呀 真的資格很厲害啊 為什麼不豁免得我們 有沒有搞錯 這幫奇妮怪 我們再看看是怎樣的 不如這樣吧 這幫奇妮怪不如立刻衝去杜拜就算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是吧 是啊 都可以回到杜拜了 是吧 是 那就好了 暫時你先 做杜拜區議員 為滯留杜拜的港人服務 騎著駱駝出來 是吧 沉找杜拜的故事 狼熙回場 購人心宴 不動來寧棍主演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